各位学习,我是记忆家的课程 今天呢,通过记忆学和大家介绍一个知识点 可能大家知道,但是可能被大家忽略了 就是我们所说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 我曾经呢,路过这个国家 Slovenia 或者念Slovenia Slovenia,斯洛文尼亚 但是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国家呢 因为这个国家很特别的就是 这个国家,唯有这个国家的名字里边 带着love,带着爱 斯洛文尼亚 no,看我 带着love,带着爱 Slovenia 其他国家,觉悟仅有 这样我们就记住了 这个知识点 斯洛文尼亚只有这个国家里面带着love 那这个国家是不是真有爱呢 那大家你就去查看一下 这个国家的一些历史 一些人文 一些现状 斯洛文尼亚将为独立付出巨大的代价 你也可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史 好,今天就学习到这儿 拜拜